目前在我国,各大民族光顾统一家餐馆在东马沙巴跟沙拉越是常见的景象。 其实在西马半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,这种情景也是很普遍的。 虽然现在在半岛一些老乡镇,你还能看到这样的情景,可是就越来越少了。 而今天各语文媒体就大肆报道,说森米兰瓜拉避老有一家很多穆斯林光顾的华人茶室, 突然就有关单位拉大队上门调查了。 森米兰伊斯兰事务局今天在面子书贴文说,由于他们收到民众的投诉, 说这家由非穆斯林经营的茶室时常有穆斯林去光顾, 于是他们就展开检查行动。 而在进行检查之后就发现这一间茶室没有穆斯林处尸, 他们的食材也没有亲针认证,于是他们就呼吁穆斯林不要光顾这一家餐室, 因为他们是由非穆斯林经营的,也没有亲针认证。 虽然森米兰州的伊斯兰事务局没有列出茶室的名字, 可是后来就证实了,这一家茶室是拥有80年历史的老字号, 荷香茶室。 在1936年创立的荷香茶室是森米兰州瓜拉避老最古老的海南咖啡店之一。 在殖民时代,这里是非常热闹的社交场所, 常常有英国籍的政府官员在这里开茶会。 而过去这些年来,常常会看到三大种族在这一家茶室内一同用餐和睦共处。 如今,突然有关单位就上门调查, 还公开呼吁穆斯林不要光顾这一家店。 这家店的老板吴国坤在接受《八点四日报》视讯访访问的时候就说, 有关单位上门调查并没有闹到什么不愉快, 整个检查的过程气氛都非常良好, 当时还有很多穆斯林在他们的店内用餐。 而有关当局的官员在离开茶室的时候, 也没有给他们开发单,也没有给任何警告信。 可是事后,他们却呼吁穆斯林不要再上门了, 就让他觉得非常奇怪。 吴国坤表示,宗教局上门时询问了他有关食材和厨师的问题, 接着也问他有没有申请清真执照。 但是吴国坤却指出,他们虽然没有清真执照, 但是基于顾客都是来自三大民族, 所以他们都不会售卖猪肉。 而说起这家拥有80年历史的荷香茶室, 吴国坤也表示,其实这家茶室一开始是由森州王室经营的, 所以荷香茶室有个马来甸名叫做哥代哥比辛拉战。 而如今,荷香茶室被有关单位盯上, 还呼吁穆斯林不要再到该茶室用餐。 吴国坤认为,清者自清, 他们不会改变现有的经营模式, 也希望三大民族一同用餐的和睦景象可以持续下去。 针对下一步有什么行动? 荷香茶室的老板吴国坤说, 他们还是会照常做生意,也不会改变他们现有的模式, 毕竟他们一向尊重各族的宗教文化, 而顾客们对于他们的茶室也很熟悉, 也信任他们所提供的食物, 不会因为这样而拒绝光顾他们的店。 他也希望这种三大民族一起和睦用餐的情景可以持续下去。 而针对森米兰伊斯兰事务局公开呼吁穆斯林不要到荷香茶室用餐, 该局在文告当中是有提到因为这间茶室不在宗教局的管辖范围之内, 也不受宗教局的条例规范, 所以他们不能够开发单, 也不能勒令他们关闭, 当局只能奉劝穆斯林不要到有关的茶室用餐, 或者选择到有清真认证的餐厅来用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